副驾驶试板直接撬开拆下来 再取出原车出风口 拔掉接口 拆掉左边装饰板 再拆掉左边空调出风口 拔掉接口 螺丝刀拧掉原车CD4颗螺丝 拆下原车屏幕 螺丝刀拧掉原车中控固定支架和底下试板螺丝 拆掉副驾驶人车水杯支架 不需要再安装上去 再拆掉副驾驶储物箱 不需要拔线放着即可 拆下主驾驶试板 底下试板螺丝拧掉松洞即可 向右拧开拔掉档把 撬开手扶箱试板前中后都有螺丝固定拧掉所有螺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拆掉手扶箱 拆掉手扶箱 注意拔掉里面的线路 拧掉中控固定支架底下螺丝 拆掉原车中控固定支架 把原车卡扣拆出来装去新的中控空调支架 安装新的空调中控支架 螺丝打紧固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原车出风口电路拆下装回新的中控支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装回手扶箱底下线路对插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尝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副驾驶储物箱,螺丝打紧。 安装波子屏原车线路对叉。 原车光纤拔出来接在我们的光纤盒。 音频线,倒车视频线,收音机线,USB线,全部对叉。 把所有线路对叉大屏,4G卡槽线拉去副驾驶储物箱。 安装大屏打螺丝固定线路为绝缘部分胶部缠好。 把原车主驾驶试板卡扣装回新的试板上。 线路插好,直接扣上去即可。 副驾驶用新试板直接扣上去即可安装完毕。